去廁所去到一半 一條石竟然捐出來頂住屁股 差點屁股開花 說的正是泰國巴吞坦尼虎一個男人 在家裡去廁所時 突然感覺到有不明物體頂住他的屁股 他起床看下但又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女朋友之後跟著上廁所 一條長約1.5米的眼鏡蛇 竟然從座廁捐出來 根據《泰國日報》報道 51歲麵包師傅珀雅上星期五 在家裡發現一條眼鏡蛇 他立刻蓋上刺板 之後急召蛇王到場捉蛇 珀雅居住在一棟兩層樓谷的公寓 而眼鏡蛇是在地上的廁所發現 平時比較少人用 蛇王用了大約20分鐘就捉到眼鏡蛇 並將它放回大自然裡 珀雅說以前曾經在新聞上看過類似事件 沒想到自己也會遇到 除了感謝專家幫手 也提醒他人上廁所前 要仔細檢查一下座廁 由於泰國天氣非常炎熱 蛇終於捐入座廁裡 也有專家分析 人類的生活破壞蛇的棲息地 蛇為了追逐獵物進入下水管道 而找不到出口 就從廁坑裡捐出來 除了蛇之外 還有適宜會在廁所出沒 聰明的泰國人想出各種方法 避開野生動物 不過最實際的 都是去廁所前檢查是否安全 晚六朝五禁堂食令 已實施超過一個月 食肆生意大受打擊 星期日深夜一度傳出消息 政府打算放寬禁令 將措施的生效時間 由今晚六點押後 到晚上九點或十點 不過不少專家都認為 現在未是時候放寬禁令 但是如果你現在開花的話 你真是要 當然我明白要方便到那些花夜班的人 還有提供了場所給他們認識的 但是你真是要押忍 但是你真是 最多兩個人 就 省了時間一定 如果個人意見 當然最好不要動 但是 我也明白政府是要考慮很多因素的 它是要市民需要 商界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指出 第三波疫情中有超過40個食肆員工確診 有人甚至在發病後繼續上班 他批評政府以買大小的心態防疫 擔心防寬措施會再造成爆發 防寬禁令的消息傳出不足一天 政府星期一下午就宣布 決定繼續維持原有的晚市禁堂食令 連同強制戴口罩 兩人上限的禁聚令 以及十四類處所停業令等措施 一併延長七天 直至到下星期二 據了解 因應近日確診數字稍為回落 加上私營機構不太願意給員工在家工作 政府一度考慮放寬晚六朝五禁堂食令 都會因為突然爆發奎衝貨櫃碼頭群組 加上源頭不明個案的比例仍然高企 政府未有把握可控制疫情 最終打消念頭 證物及衛生局發言人表示 明白市民開始對社交距離措施感到疲憊不堪 又或正與餐飲業研究 實施更嚴格的預防感染措施 例如要求食市由不同員工分別負責全菜和清理工作 不安排搭檯及改善通風系統等等 防止食市再出現爆發 都忘記者陳怨同輩了 東網上你看計劃回來了 今次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N.cc coins 獲取豐富獎賞 想知有什麼可以換? 推進來兌換禮物 入貨價一次過看完 選對深水禮品之後 可以選郵寄或自行領取 換了禮物 什麼時候到期又不記得 推進來戶口紀錄 隨時隨地查閱積分紀錄 看到你已經兌換的禮物 和領取詳情 那就萬無一失了 快點下載東網APP 推入相機看看這顆金幣仔 登記成為東網會員 就可以看新聞贏獎賞了